刚刚结束的中国女篮热身赛对阵日本女篮 中国女篮以67比56战胜了日本女篮 本次热身赛来到了陕西西安进行 中国女篮也是更好的备战八辽一会 第一节 中国女篮状态进入的比较快 前几天也跟澳大利亚进行了三场热身赛 以一胜两负结束了跟澳大利亚女篮的热身赛 开局 中国女篮抢下球权 第一攻由张如命中以计三分球为开局 接着 日本女篮还是不中 中国女篮抢下篮板 还是张如完成篮下的两分 王苏宇带动了整个队伍的进攻 能有效地组织串联球队 杨立维在上一场跟澳大利亚热身赛的时候伤了 后卫一线 王苏宇的压力更大 上场时间也多了起来 不仅得组织得起来进攻 个人还没得分 有点可惜的是 篮下两次跟放进的都没能放进 其他的都很好 第二节 中国女篮一段时间没能得分 进攻得分已经停滞了四分钟 从第一节的领先7分 被日本队利用这段时间把比分反超 但是还是没起到效果 进攻端一直打不开 找不到进攻的机会 中道休息回来 第三节 中国女篮的状态紧了起来 打了一波4比0把日本女篮打停了 日本女篮的多人员轮转高压防守 给中国女篮在进攻很大的压力 中国女篮这场就爆了10人的大名单 日本女篮爆了13人都得到了上场机会 第四节防守出现问题 留了很大的空位给日本女篮命中两季三分球 日本女篮直接把比分反超 第四节 开局中国女篮被日本女篮打了一波6比2 日本女篮很会利用这种机会抓住得分 中国女篮的体能也出现了问题 人员轮换少 脚步已经跟不上了 第四节还剩5分钟 日本女篮领先5分 比分来到52比57 中国女篮进攻端频繁失误 给日本女篮打转换 最终中国女篮输掉了本场比赛 中国女篮这场打得真是随败有荣 惨遭日本翻盘 但是却并不丢人 因为中国女篮只有9个人能打 跟日本全主力阵容不一样 李梦 韩旭 吕月如 王思进 四大超级巨星都不上 本场王思宇的表现确实太差了 石头两空 3分5中1 只有8分 但是张如作为女篮第一美女挺身而出 砍下8分 第四节的关键是 也是致命甘把3分投中 为球队延续希望 在上场时间远不如队友的情况下 张如作为一个篮领球员 一个攻兵型的球员 三分能投得这么准 真的很不容易 另外 丁海神针肯定是潘真奇 全场打了35分 全队最高 也是两个球队最多的出场时间 两队没有一个人出场超过30分钟 她一个人却打了35分钟 砍下11分4板三柱 而且是中国女篮唯一一个得分上双的运动员 另外 中国女篮发挥出色的第三位球员 是本场很亮眼的吴彤彤 重伤回归之后 她砍下9分3个助攻 是替不齐上得分最多的人 而且能突能投 最后一个是女篮神兵杨书宇 别看她11中4并且外线5投0中 但是她是这场中国女篮突破突的最好的运动员 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双塔 含蓄 李月如都不在 李梦是最强的强攻点 又没上场 中国女篮是输在了这儿 相信他们全回来的时候 再打日本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这场失败反而给了大家更多的信心 再打日本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